哇 好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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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太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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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好得 这个非常好 非常好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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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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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尽逼然寒气逼人 亮丽如新 可以说无数的盗墓贼对龙胆亮银枪虎视眈眈 但当盗墓贼进入墓内 却变得胆怯不敢上前 那么赵云墓中到底有什么诡异的地方 传说中赵云不是一直使用的是龙胆亮银枪吗 怎么在他的棺木当中竟然出现了一把长矛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道是人都被历史欺骗了吗 那赵云到底使用的是长矛还是龙胆亮银枪呢 随着挖掘工作的继续 一枚雕刻印章出现在大家眼前 它的出现让现场的工作人员大声欢呼 那么印章上给考古人员留下了什么线索呢 点个关注点个赞 我们接着往下看 四川成都挖出赵云墓 出土的龙胆亮银枪 竟然不是赵云所用 专家 我们被骗1800年 作为刘备的贴身保镖 赵云在蜀汉集团里 一生的从军精力立下了赫赫战功 在个人的官位上 赵云被封为镇东将军 是蜀汉官僚系统里面比较重要的一员 按照道理来说 无论是生前身后 赵云的个人财富都是比较丰富的存在 那么 面对赵云的墓穴 为什么几千年来都没有遭受过盗墓贼的袭扰 在民间的传说里面 赵云墓的存在一定的机关 那么事实究竟是怎么样的 从个人的履历来看 赵云在战场上赫赫有名 刘备甚至夸奖赵云子龙一身是胆 那么 在赵云的身后 他究竟魂归何处 想要找到赵云的墓葬 其实不算太难 在明代的相关书籍记载里面 就有靖惠山 一鸣东山 山下土城 相传是蜀汉将军赵云住的 盖云长房枪于此 有云墓即冒存 那么从这段话里面 赵云的墓葬所在地就能确定了 这里所谓的靖惠山 按照现在的地理来看 应该就在四川成都的大义县 并且 在大义县 的确可以找到赵云墓葬的相关遗迹 他就位于大义县城不远处的银平山下面 从现场的相关情况来看 赵云墓葬不是很大 但是布局也可谓是错落有致 整个墓葬依山而建 素雾中严 周围青山绿水怀抱 而当下人又在赵云的墓前修建了一座古谱的四合院 几个景致结合起来 十分的恰到好处 相关的墓碑上刻着汉顺平侯赵云墓几个大字 在匾额上刻着永烈千秋 单单从墓地的布局来看 就可以感受到赵云的一身势胆 大面威风的样子 而赵云在五虎大将里面 也是活到最后的一个 诸葛亮北伐期间 还担任重要职位 可以说 赵云受到了蜀汉集团两代领导人的认可和器重 因此赵云在去世后 可以想象到的是 葬礼自然是简单不了的 相关墓葬里面的宝贝 按照常理来说 应该是只多不少 而赵云最出名的白马银枪 那杆大名鼎鼎的龙胆亮银枪 也跟着赵云一块进入墓穴中 那么数千年来 为什么赵云的墓地 没有盗墓贼的袭扰呢 在四川的盗墓贼行业里面 其中就有一条行规可谓是代代相传 那就是不准盗掘赵云的墓地 那么为什么这些盗墓贼不去盗掘赵云的墓地呢 排除赵云在长板坡七进七出 以及在刘禅被孙夫人暴走时候的追回 赵云的勇气和忠诚就足够让无数热肃然起迹 虽然盗墓在历朝历代都是重罪 但是因为客观的收获 还是游艇而走险的 但是无论什么行业都讲究道义有道 盗墓贼也是混江湖的 此败 最主要的是赵云的墓 据说有毒蛇的机关守护 曾经就有不信邪的盗墓贼 打起了赵云墓地的心思 因为这批盗墓贼看见赵云墓葬保存完整 并且加上赵云的身份 让他们认定赵云墓葬随葬品丰富 于是这批人带上工具来到了银平山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这批盗墓贼开始行动了 随着挖掘的持续推进 在接近赵云的墓室时候 带头的盗墓贼挖掘挖掘就停下动作 后面的人纷纷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 借着头顶上微微的月光 盗墓贼很快发现了一条细细长长的东西 并且这条细细长长的东西 还伴随着稀稀锁锁的声音 这个时候盗墓贼们才看清 自己面前的东西 居然真的是传说里面伴随赵云的蛇 但是盗墓贼认为 这可能就是巧合 因为此地毕竟附近森林茂密 又靠近大山 有蛇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原本这批盗墓贼想着等蛇走远了自己再继续行动 不过很快 这批盗墓贼发现不对劲了 因为在赵云墓地的四周 陆陆续续出现了各色各样的蛇 并且这些蛇都做出攻击状态 可是虽然的处危险 但是这批盗墓贼也不愿意就这样空手来一趟 于是在人蛇的对峙中四周也变得死寂 就在双方的沉默之中 天空却响起了一道惊雷 并且很快伴随着的是电闪雷鸣 风雨交加 盗墓贼们碰到这种情况下 笛的确却被吓了一大跳 蛇雷电 这一切显得十分诡异 盗墓贼们想着自己是不是触怒了牧主人赵云 再者这批人知道赵云生前的厉害 于是这批盗墓贼再也不敢停留 急忙逃了出去 在这批盗墓贼逃走之后 很快当地的市面上面 就开始流传出赵云墓地有毒蛇守卫 并且只要一挖掘 就有风雨雷电的强对流天气的说法 并且随着一传十 十传百 相关的说法越传越邪乎 于是在当地 赵云墓成为了盗墓贼们的禁飞区 盗墓贼们认为 只要一挖赵云墓 就会给自己带来灾祸 于是在这种情况下 赵云的墓地就在历史长河里面 完完整整的被保留了下来 逃过了盗墓贼的毒手 在最近的几年时间里面 当地的政府因为名人效应的元素 又对着赵云墓进行了一番整理维护 于是赵云的墓地 也成为了当地的一处人文古迹 并且崇拜赵云的后人 经常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 来到赵云的墓地之前纪念 墓前的供桌上面 时不时会放上各种各样的祭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